蓬佩奧來台灣 見了很多台灣政治人物 還有商界的這些大老闆 就現在被聯合報爆料 踢爆了 說他真的就是來台灣做生意的 雖然我們的官方有否認 但是否認的力道非常小 聯合報的爆料是非常非常具體 進到爆料的內容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個畫面 因為他昨天跟總統見面的時候 因為停電的關係沒有直播 但是後來畫面一出來的時候 他們蓬佩奧在這個過程當中 拍了小鷹這個手臂一下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有的外交這些貴賓來 通常都是拱手作衣 又或者頂多用手肘去互碰 不會用手去碰彼此的身體 因為防疫的關係 蓬佩奧可能太熱情了 太久沒有看到小鷹 又或者是說他忍不住 就是看到小鷹 看到小妹妹一樣 就去拍他肩膀 網路上馬上也有人講說 你看看咱們家的小鷹 就是得人疼 但是我個人覺得 現在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很少有看過這一個 怎麼比較 來看一下差一天的 美國的所謂的 這個拜登的訪問團 你來看一下他們 支撐這些官員來 也是一樣 拱手作衣 而且保持這麼遠的一個距離 但是蓬佩奧就去 趴著我們總統的 這一個肩膀上 蓬佩奧今天舉行的 一個專題的演講 時間非常短 20分鐘裡面 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告訴大家 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美國應該要在外交上面 承認中華民國台灣 但是我在想說 這有點渣 因為你自己當國務卿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叫你的總統 來承認我們外交 然後你下台之後 你才去叫拜登要承認我們 你這不是有點渣嗎 另外一個 如果兩岸開戰 有人問他說 那美國 美國到底會不會派兵 他沒有想到 你這麼挺台灣 這麼要承認台灣的外交地位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 直接你要悍然的說 抗中保台 我們一定派兵 結果你說 這個可能要再想一下 要仔細的思考 台下演講的時候有誰 這一位 一直被罵了好幾天 這個烏二開戰九天 就被罵了九天的林飛凡 他在臉書打卡 他說很高興 他打卡 因為蓬佩奧做這個地方 林昌佐 第一次講到林飛凡 林昌佐 就特別打卡 他說蓬佩奧 他也不是說什麼重要的事情 他說蓬佩奧真的瘦了耶 我們的專業立委 我們把集合都看得到好不好 對啊 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總之他就去 他還說他是做第一排等等 那他來演講的價格 也現在受到討論了 因為有人舉了一個例子 坎博 這個是前白宮印太事務的總監 2020年的時候 我們的遠景基金會 遠景基金會是一個 有很濃厚的官方色彩的 一個民間的基金會 特別邀請這一位坎博 他已經當時已經不是白宮的官員了 他已經卸任了 然後用視訊的方式 不是邀請他本人來 光是視訊 你看他視訊的時候 穿得其實好像蠻居家的 將視訊跟他們開會 拿到多少錢 拿到了新台幣七十萬元 這個籌碼 所以大家講說 龐佩奧本人來 而且是演講的方式 一定遠遠超過七十萬的 這一筆錢 當然講說 可能不只 以他們這種身分定位 應該是超過七十萬 亞洲週刊特別講一件事情 亞洲週刊大家都知道 被民進黨認為 是所謂的紅媒 亞洲週刊他認為 有某個黨很怕得罪 拜登爺爺爺跟民主黨 所以故意 因為停電 找停電當一個理由 取消了直播秀 這是亞洲週刊的說法 但也有很多人講說 明明就是你這個 蓬佩奧代賽 一來台灣就停電 聯合報剛剛我們特別講到 所謂的獨家 說蓬佩奧來台灣 是要做生意 聯合報這一篇的爆料 整個過程 人事實地悟 還有前因後果 交代得非常非常完整 最開始是這個地方 去年的七月八號 蓬佩奧帶著誰呢 帶了一個安納洛克的公司 的這個投資長 叫做Gino Rammadi 他到了雙向元 就我們駐美代表處的雙向元 去找蕭美琴 那講什麼呢 當然就是講 有關投資合作的事情 這件事情之後 到了八月二號 駐美代表處 就發了一個電報 傳回來國內的外交部 交代了這一場的會面 還有另外這件事情 我們特別分析一下 安納洛克這家公司 他其實要台灣這方面 要投資計畫 包括了貨運航空 冷鏈設施網路 美國住宅房地產等等 各種不同的這個投資 有九項的業務 要用什麼呢 用我們的退輔基金 跟輔恤基金 那他這兩個基金的規模 分別都是六千多億 跟七千多億 當然因為他會有波動 但是這兩個規模很大的基金 那到了二月 到了七月十九號的時候 駐美代表處的經濟組 還特別用視訊的方式 跟紐約的金管會報備 說蓬佩奧有意 要到數個月之後訪問台灣 也就現在 那有關的這個投資合作計畫 能不能取得記載 他希望在訪台之前 相關的流程 應該要有一個進展的部分 剛剛講到的 Gino Ramedy 這個投資長 他說蓬佩奧是這一家公司 未來的 是現在的資深顧問 未來他會當董事會的主席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做生意 現在我們的官方 外交單位說沒有啦 沒有這回事 他身邊都沒有任何 是投資公司的人 也沒有講到任何投資的事情 當然有時候 不是現在告訴你具體的方案 有時候接頭或什麼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聯合報的 爆料的前因後果 三個時段 三個不同的事情 人事實地物講得這麼具體 他包括聯合報講出 這一次蓬佩奧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理查生 原本他的頭銜 叫做美國價值政治行動委員會 的主任 是一個感覺好像 聽起來沒有那麼敏感的身份 但是聯合報爆料 說這個理查生 其實有創立一個顧問公司 所以很多外交政策 國際發展 都是找他來諮詢 蓬佩奧訪問台灣 跟工商界聯繫 就是由他的團隊來處理 這是聯合報的一個爆料 蘇貞昌聽到這個新聞說 這好惡毒的謠言 對客人來講 太不尊敬了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我先跟大家講 我現在舉一個最 比較輕鬆的例子 我如果傳了個LINE 因為我有要做LINE 然後跟他講說 今天原汁滿帥的 結果後來被原汁知道了以後 原汁對我來講說 這是惡毒的謠言 那這樣到底算不算謠言 真的是謠言 如果說我有傳給 對 他認為說 這跟開玩笑嘛 他可能認為這個事情 他不認同 可是我要問的是 如果我真的有傳了那個LINE 給耀州 有真的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的駐美處 如果真的有把剛剛耀州 很清楚的把那個環節的內容 一字不漏地寫回 我們外交部的話 這樣算謠言嗎 觀眾朋友懂我意思嗎 如果這個 就是Ana Rock這個公司 他有跑去跟我們的駐美代表處接洽 然後也讓他知道說 蓬佩奧是他們的顧問 然後我們的駐美代表處的人員 評估之後發現說 這樣不對 蓬佩奧是他們的顧問 所以當他提出了這些 要合作的要求的時候 回文給台灣的外交部說 我們還是應該要慎重考慮 跟他的合作 然後這份文件回來了以後 透過了任何的管道 跟其他的外交人覺得說 讓聯合報知道的事情 把他寫出來 那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我不懂今天蘇院長 他所講的惡毒的謠言是指哪一部分 是說沒有這個公文 沒有這個外交部的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全世界各國 所以我們只有十四個邦交友 可是駐美 駐新駐這三大 三大的外館 他固定都要寫報告回來我們的外交部 不然我花錢讓你在外館幹嘛 同樣道理 臺灣的AIT 也要固定的寫報告 回去美國國務院 讓美國人知道他們在臺灣的狀況 那所以這個報告內容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外交人員 因為跟這家公司接洽了以後 他們說希望臺灣的 他講得很清楚 是對方要求要臺灣的退府基金 跟這個勞退基金 他都已經鎖定 用什麼來投資了 然後見了面以後 我們的駐美代表處評估 惹不起 因為龐貝歐是顧問 所以把整件事情報告回來 就是去年的這個七月八號的時候 在雙向元 那這樣子 那到底哪一部分是謠言 請問現在到底哪一部分是謠言 聯合報現在問題就出在什麼 出在他今天自己做 他自己把這個事情寫出來之後 我們沒有看到白紙黑字的那個電報 發回來那個公文 我們沒有看到 那個東西 這位外交部來講 他可能會說這個是機密 不能拿出來 所以現在就變成聯合報 跟外交的問題 剛剛我們也在討論這個話題 那外交部有說 因為聯合報報的是假的 所以要去告聯合報嗎 他如果一告聯合報的話 可能聯合報他出庭 他就要把那個他拿到的公文拿出來 好觀眾朋友懂我的意思 所以這件事情 你可以認為 蓬佩奧非常愛台灣 我也不認為他對台灣可能 毫無感情都是為了利益 那他也常常發言挺台灣 可是既然有這一層的商業的關係 那這時候被披露出來 嚴肅跟大家說明有或沒有 我覺得比較重要 那當然 在這種時候 聯合報敢報這個新聞 是政治不正確的 因為台灣人講說 他都愛台灣 你為什麼要把他講得那麼模糊 對 可是問題是 那要不要倒退一步 想說他既愛台灣 那也有商業考量 有沒有可能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可是也有人認為他害了台灣 尤其這個節骨也來 害了台灣 那是下一步的問題 我等一下忙跟大家報告 可是我一定要 不突不快的就是 我剛剛還特別確認一下 來看一下 蓬佩奧跟蔡總統這個 拍一拍他說 你知道蔡總統其實比蓬佩奧大七歲嗎 真的 比他大七歲 所以蔡總統念大學之後 蓬佩奧還沒上國中 這種外交重要的場合 到底能不能這樣去碰女生 如果是很 我記得好像是女方 必須主動跟你握手 女性的話不行 女性的話不行 第二個就是下對上的話不行 那這種狀況在那 同輩或者是好朋友 比如說兩個總統 他們以前曾經在哪個大學 是同學 擁抱都還可以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所有講說什麼 蔡總統疊人疼 先瞭解蔡總統比他年紀大七歲 蔡總統是阿姬 所以應該是蓬佩奧疼 對他直接對大姐姐出手了 好可以 那倒回來剛剛 要說問有這個問題 其實跟烏克蘭那個狀況 其實是有點像 現在烏克蘭的總統 目前在為烏克蘭奮鬥 大家都覺得說他很愛國 可是在前一段開戰之前 他顯然對於兩岸情勢誤判 這點要跟大家說 因為烏克蘭民眾 並沒有希望他跟俄羅斯打起來 避戰還是必要的 所以避戰那一環 他做的並沒有那麼好 不過走來看 蓬佩奧來台灣這件事情 如果聯合報的這個報導內容 我也去問了寫報導 相關的這些人 他們是說確定手上 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也不是空穴來風 政府要用一句就是 這是惡毒的謠言 我覺得無法讓民眾能夠理解說 原來還真的有這一段過程 有碰面 有談投資 然後我們的外國人員也評估說 這個投資案最好不要等閒是之 所以才從美國發了外電回來 那你說發了回來以後 龐佩奧這次來到台灣 他也什麼都沒說 那也有可能 因為細節我們不清楚 但是他來了台灣的時候 大家就有問的很多問題就是 為什麼總統對待他的規格 跟對待慕倫那團不一樣 為什麼總統過去阿澤跟克拉奇來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都是到總統官邸去吃飯 可是這一次不但沒有請 這個就是龐佩奧到總統官邸去吃飯 也沒有自己請他吃飯 請副總統請他以外 副總統也不是在台北賓館 他是到圓山飯店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要讓他稍微知道冷暖的差別 不是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的政府 其實判斷的很清楚 就是他並沒有官方身份 而且有很多對陸跟對美的忌憚 所以我們在這種 沒有親自驗請他 這是事實 好 那剛剛我跟大家報告那個過程 是我經過查證的 就是聯合報是確實掌握了 剛剛我所講的那個電報 那個電報不是分析稿 是我們的駐美人員 開了這樣的會議以後 完整發回外交部的報告內容 大家好 我是謝亞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